臭宝说老花一细业思维好养吗 我不知道画什么是什么审美 反正我觉得很一般 不是说好看不能说难看 我觉得很一般 为什么养这个东西 我还没看懂 好养它有多肉类的 你明白吗 就是你保持盆土里面微潮就行 你看我们这个 就是微微潮 肥料是一定要给的 我们也是给上肥料的 明白吗臭宝 不要拼命地浇那老多的水 对吧 你像这个东西剪下来 还可以去做扦插 不需要很多的强光暴晒 你正常在室内去养货 摸一摸盆土不干 你就不用浇 这个东西有什么难养的 很多的花友就养不好 我发现更多的就是浇的水多 就像有花友在评论区里面 就说你是这么老花一 就是你养花一天不浇水 就感觉自己没养花 我很服 我很大邪的服 其实养花浇水这一块 一定要控制住 就是你不能想起来就浇 想起来就浇 你摸一摸 好吧 不干咱就不久 不干咱就不久 没事你就看就行了 你可以看花 赏花 去跟花聊聊天 没事 有的话说 老花一我天天跟花聊天 我成神经病 你成不了 我问我专业的 是吧 那个人家我那个专业的朋友 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每天跟花聊天说话 这个不会变成神经病 如果说有一天 你发现你的花 开口跟你说话了 那你就可以及时联系我 我可以 明白了吗 所以说这个不存在神经病 养花 这个 还有这个肥料 少用 你不用买那么多乱八七招 老花一跟你们说过 老花一自己用的 那些缓食肥 你就来点 你就正常 你用点 不够了 咱再加点 别用多了 水的话摸一摸 不干咱就不浇 光照的话 咱用脸皮去感受 你感觉很舒服 就晒晒 你感觉很热 你搬到里边点 很难吗 也不难呀 还有一个用花盆 别用皮修型的 不能光进不出 你浇了水 能露出来的花盆 什么样的都行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好了 细业思维 还是比较好养的 我刚才养护方法 也跟大家说了 这个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大家就放到 凉快一点的地方 默默喷土 不干不浇就行了 觉得不错 就点了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 给大家分享 很多用的养花 这是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在意 白了抽包